台中農改廠積極攜手國內電信業龍頭 以及全球雲端服務領導品牌 共同研發出了這套AI影像辨識系統 能怎麼應用呢 像是以往小黃瓜採收後 得依照外觀大小 玩曲度等標準來做分級 傳統必須透過人眼來辨識 除了耗時耗力之外 難免有主觀上的辨別誤差 如果分級不均勻 不確實就會影響到收購價格 現在透過AI影像辨識 小黃瓜等級一目了然 便利之外也更標準化 進而提升農民收益 未來渴望運用在更多元的作物上 甚至裝設在無人巡檢車上 透過智慧農業 節省人力 更能提升農業品質 溫室裡頭一大早農友們 抓緊時間採收的 就是夏天盛產的小黃瓜 我們通常都是早上清晨的時候 天亮開始採瓜 那這瓜通常都是在開花之後 大約七到八天 就長18公分左右的長度 我們就把它採收下來 然後根據瓜本身的外觀的形狀 來把它躍略在現場先出分成 規格品的瓜 規格品的瓜 然後再來是可能有些 外觀比較有點彎曲的 格外品的瓜 現場就得初步分級 把外觀無瑕筆質的瓜分成一欄 彎曲的瓜一欄 其他品質更差的就得淘汰 當它在盛產的時候 可能一個早上 我們就要採三四百公斤 三四百公斤 我們以能力提著水桶 這樣一直採 把它分級放在那裡 所以真的是很吃力 耗時耗力的 還有小黃瓜到了包裝場 立刻進行更精細的篩選 依照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分級 從小黃瓜的彎曲度 表皮光澤 刺油和果粉是否完整等等 把品質分成特級 優級和良級 不同等級 還區分成大 中 小等規格 目前這些工作 都是依靠人眼來辨別 難免有主觀上的誤差 在裝箱分級的時候 如果分得越均勻 然後整箱的均勻度越好的 它的價格就越高 所以這個時候 分瓜人員 它的主觀意識 或它的精神 體力狀況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 瓜分級的結果 所以 目前這個叫做比較相對的標準 我們一直想要建議一個 比較絕對的標準 就是說這一箱它的標準 可能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樣價格就會更趨穩定 分級這件事情 實際上我們也跟農民做了很長時間的教育 然後也帶他們去果菜市場去看 什麼樣的叫做優級 良級 這樣子的分類 可是對農民來說 它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它覺得還是可以的 那它就還是放到優級裡面去 那可是在這個承銷商來看 那它就是不OK 尤其是一些比較高齡的農民 它或許也不能怪它 它可能真的有點老化 那那個上面有抽空 或者是稍微彎一點 它真的眼睛無法辨識 這邊的話我們是應用這個攝影機 把這些圖片的畫面 透過這個雲端的裝置 把這些圖絲運算到那個雲端上面去 台中農改廠不僅改良農機具 還要透過新科技 助農友們一臂之力 把大小外型不一的小黃瓜 放到攝影機下方 透過AI影像辨識 結果立刻看得到 它實際上就是透過我們 這個高畫素的攝影機 那這攝影機 它會把它的影像這個串流 打到我們的辨識主機 那這辨識主機 它會做即時的這個影像處理 那去辨別說這個物體 它是在哪一個級別 瞧瞧螢幕上清楚呈現 AI不僅辨識出 畫面中的物體是小黃瓜 甚至還能精準分級 上面外觀又直又漂亮的 就被分類為優級 下面無安區的小黃瓜 則被判定為兩級 AI買跟小黃瓜 這是台中農改廠和國內電信龍頭 以及全球雲端服務領導品牌 攜手開發出的 AI影像辨識系統 其實它最大的困難點 是在於說我們要做素材的這個採集 那要需要人工的方式去做一個標註 那標註完之後呢 這個模型我們在訓練之後呢 我們還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驗證 因為比如說我今天告訴這個模型說 什麼樣是一個優級的小黃瓜 但是實際上我們應用到場域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要根據農民 因為我們要跟農民去討論說 它的判斷標準是什麼 那實際上去拿它產出來的小黃瓜 去做一個驗證 那我們協助的地方就是在雲端上面 我們透過很多的影像去分辨 去告訴模型說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什麼等級是這樣的一個長相 然後藉由這些影像去訓練模型之後呢 最終這個模型會放置到這個設備裡頭 你可以這樣想像 它是一個軟體 在雲端上面訓練好之後 它能夠看得懂小黃瓜的等級之後呢 把它部署到這個設備上面來 AI辨識系統加上高頻寬網路 擁有高精準度和低延遲性的優勢 目前不僅能辨識小黃瓜 未來還能應用在其他作物上 例如花椰菜或是香蕉 各種農產辨識模型 都能透過雲端自行定義 訓練AI 上了雲之後 在我們在技術擴散應用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點 比較方便推廣 例如說我們現在這一個 彰化地區的農業 需要去應用這個雲端系統 我們只需要建置這像攝影機的部分 或是這些影像傳輸的一個網路的裝置 那這一個農務 它就可以應用雲上面的一個分析的系統 那如果有其他地區的農業 他也想要導入的話 他只需要建置攝影機 跟這個雲傳輸的一個裝置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個系統 就是擴散了應用 這個是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說 在成本微運的部分 上了雲之後 我們不需要每年都去微運它 然後建置成本也會比較低廉一點 還渴望進一步自動化 AI影像辨識如果結合輸送設備 不僅節省人力提升效率 甚至能幫農民增加收益 如果智慧化的話 它可以去量化它 那我相信在未來的一個市場的分歧 會更徹底 那目前來講 如果你分得越徹底的話 我們從過去的一個市場拍賣的經驗 那其實它可以賣到更好的一個價錢 那價差可能三到四倍都有 那我相信這個也可以 在無形中提高農民的一個收益 我們這邊 這下面都是栽培植床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片 頁面跟頁面去檢測它 這邊有什麼病蟲害的部分 或是它身體障礙 或是一些生理特性上面 是不是有哪些是需要去注意的 再擴大AI辨識以及自動化的應用 未來也能將攝影機裝設在栽種場域 或是無人巡檢車上 AI就能分析作物的生長以及環境狀況 要不要施肥或是多澆一點水 或是是否成熟能採收了 也期望能辨別作物有沒有遭受病蟲害 精準投藥 各種問題農友們都能及時掌握跟紀錄 在智慧農業在我們引進專網 還有AI的一個辨識的部分 第一個是整個農業培植環境的一個 改良的部分 再來是用藥的一個管理的一個部分 這點點滴滴牽涉到農民以外 還有消費者的相關潛力的部分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團隊 來幫農民的忙 創造農民的一個收益 我們就期待像這樣子的辨識 就是它的學習可以從 就是我們現在的操作 大概是差不多30公分高 那我們將來希望無人機的話 可能就是幾公尺的高度 那在未來你的衛星 那就是更遠的 近年來農業就業人口不斷遞減 各界攜手致力於智慧農業的發展 不僅要改善勞動力缺乏 以及農民老化的問題 更能提升農產的品質與產量 強化台灣農業競爭力 台灣真的有很多隱形冠軍 當中也包括這一家稱霸噴頭界 休息一下馬上可以來